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走进展览厅 新型设计的大拱门 带领小朋友进入爱的世界 展览厅内可以看到色彩缤纷的立体设计 巨型红色礼物盒 彩色城市森林模型 童话世界的白云 还有宽阔的舞台 展览的另一部分 是玩玩轻生的家碗展览 展览由一晚饭开始 透过玩 家 分享 团圆四个主题 让大家领略中国文化重视家 团圆和分享的概念 今次展览还介绍了部分 世界知名的儿童图书作家及插画家 包括安野光雅 凯迪克 李欧 迈克洛斯基 吉米等等 爱护大自然 也是今次展览的主题之一 社会发展 用了不少地球资源 我们希望让小孩子 透过乐队 学习爱护环境 减少污染和简约生活 大家不妨来感受一下 大自然的美 听一下 鲸鱼是那么快乐自在地在歌唱 从城市的发展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我们转来看看人与人之间的爱 生命是可以影响生命的 与人分享 帮助别人 都可以让人快乐 而同时 自己也会快乐 你 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吗 不过 精选的图画故事 小朋友可以领悟得到 就算是点滴关怀 也可以让人生变得更加美好 爱 是一份礼物 每个人都可以收取和付出 你又愿意送出爱的礼物吗 展览的旅言板上 贴满不少家长写给孩子的住院 也有小朋友写给家人的心声 看着也让人感动 在家晚展览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式拖印 看看 竹叶 蝙蝠 梅花 这些图案都常在晚上出现的 图案背后都有图的意思 梅花寓意坚毅 竹寓意虚心 松寓意长青 展览利用各种互动装置 让小朋友感受家人的努力工作 团团转 转出各种碗的花纹装饰 碗好圆 要努力工作 才能得到美味食物 让家人享用 安乐窝 是家人为我们心情建成的 展览中还有不同碗的特色设计 打开一道有一道的小门 漂亮的文色便会展现眼前 精心设计的动画 介绍网的制作 还有巨型攻击网上的动画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吃饭坐在地上 到今天坐在椅子上 一家人围坐吃饭 是不少中国家庭的心愿 展览还预备了不少可爱的机器人贴纸 奖励参观的小朋友 看看 小朋友认真地把贴纸贴在文件夹上 作为纪念 展览场地还会举行连串的亲子阅读工作方 让小朋友与家长互动 家长与小朋友也可以参加亲子演艺比赛 同心协力 演绎关爱的故事 共度一个亲爱的夏日假期 展览为期一个月 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展览馆举行 图书馆预备了超过200场活动 包括专题展览 综艺表演 故事剧场 讲座 阅读约章计划 工作方和故事演艺比赛 以及亲子的阅读活动等 让孩子享受阅读的缤纷 建立个人的阅读兴趣 享受愉快的阅读旅程